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14日宣布 经中美双方商定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于6月18日至19日访华 布林肯原定今年2月初访问北京 然而因为美国发现并击落一枚疑似中国间谍气球 最后取消了行程 同一天布林肯推文表示 他今天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通话时 就保持沟通管道畅通所做的持续努力 以及双边与全球议题进行讨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声明中说 双方讨论了保持开放沟通管道 以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 以避免误判和冲突的重要性 此外也谈到一连串双边和全球问题 布林肯也明确表示 美国将持续透过外交接触来提出关切及潜在合作领域 6月14日 美联储如期宣布暂停一次加息 将基准利率目标维持在5%至5.25% 称需要时间来评估迄今为止加息的影响 止步此前的连续10次加息记录 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计 今年年底前还会再加息2.25个百分点 同时上调了美国今年的经济预期 经济预期显示 2023至2025年底 GDP增速预期中值分别为1.0、1.1和1.8 美联储希望在2023年底将通货膨胀率降到3.2 2024年末期至2.5% 而鲍威尔称坚决致力于实现2%的通胀目标 决议公布后 美股短线下挫 道指跌幅扩大 标普500指数和纳指迅速转跌 美债收益率只跌转涨 两名美国高级官员向NBC News透露 联邦已扩大调查商业违反雇佣同工的案件 延伸到至少在11个州拥有据点 涉嫌雇佣未成年移民的肉类加工与制造公司 参与扩大调查的包括国土安全部 联邦司法部调查员及白宫官员 消息人士指出 可能违反同工法而受到审查的肉类加工与制造公司 从维基尼亚州到克罗拉多州等多处都有据点 NBC News报道说 雇佣同工最早可回溯至2016年 当时一名14岁中学女生的手部受伤 校方已虐同案而报警 经警方深入调查才发现 那是在工厂工作时受的伤 根据劳工部的记录 自2018年以来 违反同工法雇佣的儿童增加了69% 今年稍早 国土安全部及司法部试图查明 是否有人口走私计划将移民儿童 带到全美各地的肉类加工产业为多家公司工作 由于中南美洲国家的经济条件恶化 2021-2022年无人陪同的儿童移民增长 联邦数据显示 过去两年超过26万无人陪同的移民儿童进入美国 大部分来自瓜地马拉 加上美国劳动力短缺 美国的同工因此增加 尤其是来自瓜地马拉的青少年 这些未成年人通过提供伪造的资料给雇主 包括冒用别人的身份 约十年前 美国各州郡及原住民部落 共提出超过3000多起诉讼 指控制药商、药店和分销商 淡化鸦片类止痛药的风险 且没有防止它们流通 制药商Tiva、Oligent 以及连锁药店CVS Walls Green 近日达成和解协议 将向各原告州支付190亿美元赔偿 在协议中 CVS、Walgreens同意监测、报告、分享 与类鸦片药物处方有关的可疑活动之数据 Tiva和Oligent将被要求建立防止药物滥用的系统 和解金将于今年开始付给各州 依据该州因类鸦片药物死亡 及成瘾人口的比例分配 康涅迪各州检察长William Stone表示 这不仅是钱的问题 他们要强硬要求这些公司严格改革 阻止致命的类鸦片药物渗透社区 视频之类地 Legendas